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希望不但我們台灣的我們的同胞 海外的同胞 跟中國大陸那邊我們的同胞 都能夠聽到你這麼好的一個信息 因為其實要把這些道理深入在心 然後心意外然後做出來 那真的是可以達到天下太平 可是有點難喔 其實難都難在我們的心不願意改變 改變就是力量 因為我們一般人的心都是太自私自利 都是為自己想 它就放不下了 當你放下了一個自我 讓自己不要那麼多會計較 那麼多會比較啊 不要一天到晚在名利地位財富 等等去追求的時候 多為大家想 大家只要這個樣子呢 難就難在哪 把自我放下難了 自我能夠放下 展現大愛 相對來講也就比較不難了 這個好像是有道理喔 我們大家一起努力 我上次上課的時候我還記得 你有很多這樣子很短很短的 像我們的像slogan 又很短又很容易記住 那有的是我們管理方面的 有的是我們平常行事方面的 我記得上次你講一個三心二意 我覺得這個好有意思喔 您可以跟我們大家解釋 我們做事要三心二意 這什麼意思啊 通常跟我們一般人的這個想法 三心二意好像是無所謂這樣子 可是經過我們聽聽陳述老師 他怎麼來解釋三心二意 我覺得我們平常他不只美麗優雅 而且非常的崇慧 這個問題跟前面問題是有連在一起的 也就是說你剛剛特別有提到 我們真的好像這個道理很好 但是很難做得到 所以我才想說 我們第一個 凡事任何事呢 當你堅持原則理想 絕對不能三心二意 一定要一心一意 所以叫為精為一 允值絕衷 但在運用上的時候呢 如果你善用三心二意呢 那個力道是很大的 比如說三心 第一個呢 第一個心一定要有信心 第一個呢 我常講呢 古聖先賢的道理呢 不論東西就如同太陽跟月亮 也就是日月本身是不媚的 但是呢 我們的地球上面的任何國家 任何一個城市 任何一個人民 動物植物全部都在改變 但唯一不能改變的就是日月 當日月無光的時候呢 天昏地暗 我想地球也不會存在啦 所以我是覺得古聖先賢這個道德長遠以來 不管五千年兩千年三千年的話 經過時空考驗 所以道德本身是不可能改變 一改變它 也就是中道就是日月 就是道德 就是人力 就是小我大海 這個一改變的話呢 人類也就亂了 地球也就亂了 連宇宙都亂了 所以這樣說 第一個你要堅信 就是說人會改變 所以有一句話叫古月照金城 金人不見古時月 金月曾經照古人 我們看到的月跟量 都是跟古時落到現在都一樣 我們人類的生存之道 宇宙的運行之道 這個道跟德永遠不變 大道如果改變了以後 然後講人底 這些宇宙都亂掉了 所以我是覺得說 這個東西你要堅信 原來第一個一定要堅信 所以國父孫中山先生有講過 有信心才會有力量 你才會改變 所以你堅信這個道理 是正確的 是對的 沒有辦法比這個更好的 當你堅定地守住它 永遠用這種方式來改變 你這種自私自利粗糙 或者嫉妒 不尊重 混亂的這些心 你能夠改變得了 改變就是力量 所以第一個 相信你能改變 就你能改變 第二個 一定要用心 也就碰到任何事情的時候 當你要亂 當你要嫉妒 當你想要害人家 當你太多的比較計較 而擾亂大家的時候 你馬上要改變回來 就我要光明正大 要實時用心 處處用心 用心一分就得一分 老講絕對沒有訴訟的 第三個一定要恒心 因為任何改變 都真的不是那麼容易 尤其習性的改變 相對來講更難 但是呢 我們要屢敗屢戰 一定不會屢戰屢敗的 屢敗屢戰的話 我們永遠要堅守 只要是理想的話 高山揚子 景行行止 所以不能治 心向往治 總有一天你會成功 我們也看到 國務孫中山先生 當初在創黨建國的時候 經過 老實講 一個一介醫生而已 而且才多少人 但是能夠用 十次革命的失敗 驚天地氣鬼神 但因為他的理想 他喚起了海內外同胞 熱血犧牲性命財產 願意支持的時候 你看錢不或計 到後來第十次就成功了 我們對為人處事 所以無論如何 一定要三心 有信心 肯用心 能恒心 接著我們是認為說 為人處事 待人接吾治理國家 是領導國際 一定要活這兩個億 也就是你的心意上 擁有善意 為大家好 千萬不要為自己好 而所耐的大家 一定念頭中指味 大家好 接著我們要誠意 而且講真的 不要扭曲 不要污蔑 不要欺騙 你只要誠心誠意 精神守之 今時為開 那個氣有不捨 切有不捨 今時可漏 我相信一定 到後來都能夠成功 就是說堅持改變 我想這樣的話 有恒心 有善有誠意 我想一定可以成功 非常感謝 太好了 我們學到了沒有 三心二意 三心是信心 用心 狠心 二意是有善意 跟誠意 好 那我們從今天起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 放在腦子裡 我們不管做什麼事情 我們決定什麼事情 我們把這個 很簡單的原理放上去 大家試試看 就會不一樣 就會不一樣 好 好